日前有内地女生发问,自公司有客户表示 官堂有餐厅新开业,持有免费自助餐 所以就带同丈夫去吃饭 店只吃到一半,竟然发现所谓免费自助餐 原来是餐厅的非公开试食活动 所以发问说,吊念吊到香港了 网民都看楼主感到尴尬 说你三不识七去吃,真是肖仰衰 亦有留言认为已经坐下吃饭 不如保持淡定吃完才走 楼主还说 夹菜时,人家还跟他们点头打招呼 他们亦有礼貌向人家点头 谁知原来是吃了免费晚餐 所以说,鬼知道有多刁人啊